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槍20周年以來 取得很多觸目的成績 也令各參與國籍受惠 有聯合國前官員直言 美西方國家應該向中國學習 而不是盲目地批評和負面化這個倡議 政策的政策 因此所有人都應歡迎 中國的建立和路線 他又認為 每個國家都希望與中國 以及美國都保持緊密聯繫 而美西方都應該尋找雙贏的契機 這是有利於推動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對全球和平極為重要 而美國、亞洲和亞洲 亞洲的聚會 都可以有利於西方和中國的投資 他們可以是共產 我們可以一起工作 我們都需要尋找盡力的機會 而不是整個生態的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 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够办成事 办好事 办大事 美西方国家应该摒弃成见 不要再以所谓国家安全等为名 意图去中国化和脱欧锻炼 为全球未来发展作出实质贡献